嗨,大家好,我是迪道,老子道德金德道,我今年16岁,读高中三年级 我是迪德,老子道德,今年16岁,读高中四年级 感恩的心 我迪德脱上没有什么东西,但是迪德脱上整了一个东西 就是这里,那是一个八 对,如果你戴着帽子,那怎么分别 我今年是比较有很多的男孩抬头 我还记得那一年,我到的时候12月6号星期二 是看到很多小孩子,但是他们很小 我到洗澡间的时候,哇,看到水从上面对着海 这样子是,会怎么样 上车子的时候,哇,冲马桶开 上网课的时候,听到那个铃鼓声,就觉得想跳舞 是第一天到ECC的时候,我到房间里面 每个人有自己的衣柜,每个人有自己的船 每个人有自己的船 还有上下,下面还有上面的船 看到那个楼梯,这样子 是怎么爬上去的 我是想睡在上面 没有,可是不知道怎么爬楼梯 我就说,哎,我想睡在下面 吃晚餐 不是,已经到五官团就开始吃饭 先等打板 再过一年,吃完饭 接再安安静静的出去 也是安安静静的进来 这里,这里的小孩子很有礼貌 很懂事 这里是真的很好,非常好 我以后也要跟他们一样 我要把这里当我的家 我要永远住在这里 有时候,吃了早餐 午餐不吃 吃晚餐 上学时间 早上不吃 只能在学校吃 吃了那个午餐 就要等着明天的午餐 明天是星期六 没有要上学 所以呢 没有什么要吃 但是ACC呢 星期一到星期一 还是一样吃饭 都可以做饱饱的 我是比较喜欢烤面包 但我不喜欢煮饭 是喜欢烤面包 喜欢做蛋糕 不喜欢煮菜 我比较喜欢在运动 因为我喜欢功夫 我也喜欢运动 但是练功夫的时候 哇,还要劈他啦 我就觉得很痛 我没有想哭 就觉得很 这样子 也可以 因为 我是来这里上学练 练我没有练过的东西 就是这样 我刚来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的小孩子 他们在功夫 功夫上的时候 练功夫 哇,劈他的劈得很好 练得非常好 放钢的翻的 哇,很高的很快 就告诉自己 总有一天 可以跟他们一样 练功夫是因为 要我们的身体健康 外面有很多小孩子 喜欢练功夫 服务 我可以开一个 功夫物馆 教他们功夫 对 部落里面的人 找不起学费 怎么办 没有关系啊 只是教他们 反正教你 教完了身体健康 的关系 你可以去教别人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 双文的人 但是现在 没有机会去 学习 但我 譬如说 在跟 第一道啊 或一些小孩子 聊天说 他们有时候会 用中文聊天 对 我是很喜欢 上中文课的 但是 现在呢 没有中文 老师教我们了 我觉得 我有时候觉得 很伤脑筋 很难过 但是 但是 以前 以前有中文老师 我们 要去上中文课的时候 我是非常开心 因为我 从小 从小 一直想当老师 我以为是小时候的母 但是 现在我还是想 当中文老师 还有想当会计师 像 世界各地 现在 都是 讲中文 如果 母会中文 会比较 方便 跟孩子说话 或是跟其他 会说中文的人 一定 我觉得 她是一个 很 慈悲 善良 又好心的人 能 盖 这么多ACC 到这么多非洲的国家 关注 这么多的孩子 我每天 会想 她是怎么想的 怎么做的 她 怎么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们会有吃的 有住的 有用的 有学习的 还有 老师教我们 还有 保姆照顾我们 甚至还有 职医工 特地来我们这里 教我们中文 真的 我真的也是觉得 上巴巴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人 她能 还 帮助那么多人 那么多 非洲的小孩子 特地帮我们 特地 做这些那么多的东西 可以吃饭 可以睡觉 可以穿 可以住 真的她很 了不起 我很好奇 希望我们 ACC的小朋友 出去的以后 观众 可以回来 帮助一些 比我们小的小孩子 跟和上爸爸一样 全世界的主养爸爸 要让身体健康 因为有他们 就有 我们可以吃饭 可以住 可以穿 可以睡 可以上学 可以 老师教我们 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就不会在ACC 不会有我们长大的 不会有我们地道地的 或是一些小孩子 我呢 是 非常 感谢 全世界的 最后爸爸妈妈 能够这么努力 这么 自卑 这么善良的 帮我们 全ACC的 各种不一样的国家 推出小孩子 我也是希望他们 能够身体健健康康的 生活 能够有美好的未来